离水龙泉安人镇一居民家门口 晚饭结束后 来做客的刘某打算驾车离开 因为车子停在比较狭窄的小道上 几位亲戚和邻居出来当起了指挥员 围在车头车尾帮忙指挥倒车 眼看就要倒出来了 意外发生了 刘某军平时也比较少开车 当时又有这么多人帮他指挥倒车 他感觉比较紧张 结果忙中出错 勿将刘某当刹车 轿车撞向旁边的民房 把其中一名老师傅撞倒 在躲开的亲戚上前查看老师傅的情况时 慌了神的刘某还没有停下车 又继续忙忙撞撞地向前进 最终才停了下来 那位老师傅 左脚本就患有小儿麻痹症 在这次事故中被撞骨折了 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